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lutamine是什么东西 听讲会养癌细胞 这样还可以吃吗 这个问题很好 常常被问到 大家好 我是林冠良 你们可以叫我新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有问不一定答 Glutamine它是一种氨基酸 只不过各位要留意 它是一种非必须氨基酸 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种我们身体可以自己制造的氨基酸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帮助修复一些组织 尤其是黏膜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料 所以对于一些正在进行化疗 电疗或者是开刀的癌症病患 它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讲说嘴巴会很熬舌 口水会变得很少 嘴巴吃东西味道怪怪的 牙龈会流血 会消化不良 会便秘 或者会拉肚子 这一些症状它都跟黏膜的受损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黏膜会受损 就是因为做了这些治疗之后 这一些比较脆弱的细胞 它先死掉了 所以就影响了这一些身体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补充一些Glutamine 它是可以帮助黏膜的修复的 所以也就可以减少这些副作用的严重性 或者是缩短这一个副作用的时间 当然也就间接地可以提高成功率 可是网路上会有一些说法 就讲说有研究发现 Glutamine会养癌细胞 癌细胞是很喜欢吃Glutamine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吃Glutamine的话 那么就会让这个癌细胞越长越大 所以不可以吃Glutamine 甚至也不可以吃有Glutamine的食物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一些逻辑思考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讲 Glutamine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非必需氨基酸 是我们身体可以自己制造的 所以就算你完全不吃 你完全没有碰有Glutamine的食物 那么你的身体也是会自己制造的 然后你这个癌细胞 它当然也是会抢掉这一些Glutamine 那么它抢掉了之后 你的身体就更加缺乏Glutamine 那么你的这一些黏膜 你的这些伤口的修复就会变得更慢 治疗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加更加的差 再来 你知道含有Glutamine的食物 是什么种类的食物吗 就是肉、鱼、豆、蛋、奶 这些蛋白质的食物 那么简单来讲 你就是要避开所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 那这样子的话 你当然就会蛋白质营养不良了 那这样子下去的话 对于一个现在正在经历着癌症跟治疗的患者而言 你觉得这样子的建议是符合营养学的逻辑的吗 所以简单来讲 我实在地告诉各位 这个研究确实是有的 只不过它并不是一个营养的建议 它们是在生物科技上用来研发癌症相关的药物的研究来的 它并不是一个饮食建议也不是一个营养建议 理解了以上这些点 你就知道了 Gutamine是可以吃的 你不需要为了担心Gutamine会养癌细胞这一点 而完全不吃Gutamine的食物 这样子会有反效果 那当然当然这边再做一个小广告 关于Gutamine可以吃 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研究 还有它的建议这一些的深层的解释 我在看孩子道课程里面 我有详细的解释到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欢迎留言点赞分享 知识就是一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分享 如果你对癌症的营养相关知识有兴趣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会在礼拜四和礼拜六更新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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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